双北疫情严重 化学兵穿街走向大清销 社群平台与通讯群组 从5月14号起 流传了一则讯息警告大家 14、15号务必将门窗关紧 也不要买路边摊 或是面对马路边的 开放式厨房餐饮 因为化学兵群的药剂非常毒 其实一般在环境用的 这个消毒剂大概最主要还是一个稀释用的漂白水 通常是大概稀释到0.1%的这个漂白水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对人体的毒性是非常低的 因为那时候疫情刚出来 然后一直在就是有各地都在消毒 所以我们其实第一眼以为是真的 后来才发现说 对但这个讯息不但是就是 不是我们第一眼看到那么像的 就是以为是真的的这样子 它其实像台北市那时候星期五六 就是没有特别额外的消毒 五花八门的谣言充斥网路 耸动的文字与画面 更让查核记者在第一时间睁大双眼 昨天被拉去台北郊外焚烧 五废十丝 他冒下生命拍了这张照片 偷偷的传给我 然后求蔡总统救救受苦的民众 那我们一看就紧邻大座 就觉得台湾不肯发生这种状况 那个照片的样子也不太对 所以我们马上去反搜这张图 就发现那是个电影剧照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典型 就是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谣言 查核中心与Google合作 所以照片反搜 会出现在演算法里 通常第一页就会看到 照片讯息是否为假讯息 其实我们会有这种一眼破解讯息 比如说像疫情期间 他会忽然讲说 我收到重要的情报 大家赶快去买一个月份左右的粮食 跟生活必需品 而且要立刻去银行提款 那像这样子的讯息 我们收到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我们要去看 他的消息来源是谁 那如果这个消息来源都没有的话 其实是要存疑的 假讯息常会让人产生紧张害怕的情绪 然后失去理性判断 有时还像产品一样 有名人代言 像是网权避气十秒 最后能测肺部是否纤维化 就假借冠名氏 前卫福部国健署长邱淑提所言 或需购一个在医疗院所或某大机构服务的人物让你信为真 我们在做这些查证的时候 有一大部分其实就是传统的新闻学 那我们做的事情跟记者一样 就是跟当事人跟官员跟请教专家 跟当事人求证 然后阅读原始的资料去解读数据等等 这些都是记者的基本功 那另外一部分才是跟现在数位时代有关系 比如说包括以图反搜啦 或者是说去辨识影像里面的一些地理的特征 或者是辨识里面的一些气候啦 气象啦 车牌等等细节 然后就可以来做破案 台湾现在疫情严峻 所以每天我们的line或者脸书几乎都会收到跟疫情相关的讯息 而这些讯息不一定全部都是正确的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有一个科技的小帮手 也就是聊天机器人 你把你收到的讯息直接转传给他 他会告诉你这个讯息是真的还是假的 疫情严峻 防疫讯息满天飞 提醒大家看到讯息还是要先想一想 多移多茶 无论eren 不论虽然 多移多茶 过去 就是